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就是要去拿Hawai P50 变爆了 那因为Hawai里面是不给拍摄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拿去别的地方 再开箱给你们看 OK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马上递手给大家快速看一下 Hawai P50 Pro到底是怎样的 盒子变爆了 我打开里面看哦 里面有SIM卡片 有说明书 还有保护它 唯独就是没有数据线跟Charger 但是因为我这个版本呢 是中国版的P50 Pro 来到马来西亚是有送的 那我手上拿这个Hawai P50 Pro叻 它就是一个黑色 100年经典不变的Black 全名Golden Black 它整个材质就是那种亮面陶瓷质感 亮面到我拿来照镜子 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的镜头这边是两个大圆圈 旁边有一点金色微小便便 这样黑色加金色其实就是很Atas 然后P50 Pro的镜头也是超大个 两个双环形 上面三个镜头 下面一个镜头加一个闪光灯 在这个镜头就有人讲丑 有人讲好看 这个主要是个人审美问题啦 像是之前Mate 30 跟Mate 40出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讲丑的 但是到现在哦 你看回去哦 其实是很耐看 而且很好 这样的Mate 40 Pro蛮好看的 好看是不是 OK开机 开机了 哦来了 好看哦 哦 哦 喂喂喂 Harmony OS啊 鸿蒙 Greenness是6.6寸的OLED屏 然后你过来 你看旁边这边 是看到有微微的曲面 整个手感握起来哦 是好握的 然后它的刷新率上到120Hz 也是 那P系列最主打的就是拍照嘛 它正面的这个自拍镜头 就变成换去中间了 后面这边特别要讲的就是 黑白镜头回来了 第一次看到黑白镜头的时候 是在华为P9的时候 这样华为P50现在它又有了的啦 那黑白镜头结合彩色镜头 就可以拍出更好的照片 更多细节啦 然后同时间 下面这边也是有一个长焦镜头 这个长焦镜头可以实现一共 200倍的边焦范围 但是实际上是100倍的数码边焦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快速示范给你们看一点点 OK 开始zoom啊 里了窝 里了窝 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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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小鲜肉冲凉吗 这个窗口 小鲜肉冲凉 小鲜肉给我讲哈喽 光学变焦3.5倍 我是很喜欢用zoom拍照片的人来的 所以效果就是会有拉进来的感觉 比如像这样 诶 接下来一定要讲的就是鸿蒙OS 我手上这台华为P50 Pro啦 是华为第一款自带鸿蒙OS出厂的华为手机 这样使用起来其实分别不大 只是鸿蒙OS哦 它的layout就更加简单 比如小文件夹你是要点下去才可以进去app嘛 变成大文件夹之后 你直接点就可以开app了 那下载apps方面呢 华为appgallery是基于华为mobile services的嘛 我之前也是有教过 怎样在没有google play的情况下去下载 whatsapp啊 facebook啊 IG的这些app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 至于我手上这台P50 Pro的配置咧 我就放在这边 那今天的快速上手华为P50 Pro就到这边了 时间等我用久一点 我再拍一个更详细的测评video 我是肯德 下期再见 拜拜